这个单元要为大家介绍的是精神分析治疗 我们首先要介绍一下弗洛伊德这位代表人物 弗洛伊德生于维也纳的一个三男五女的家庭 父亲具有非常权威性的人格 这一个犹太的家庭当中 他成长的过程可以说是非常的有很多跟人互动的机会 他在26岁的时候获得了维也纳大学的医学学位 四年之后也就在那个学校开始任教 他将毕生的时间大部分都贡献在建立与发展心理分析的理论 他最富有创造力的阶段 却是在他受到最严重的情绪困扰的那一段时间 在他40岁的时候出现了许多的身心失调的症状 以及对死亡的强烈的畏惧 还有很明显的恐惧症 这个时间弗洛伊德投入他的自我分析的工作 在这过程当中其实是非常艰辛的 从探索自己的梦境的意义 慢慢的得到了人格发展的动力 这方面的领悟 弗洛伊德的理论对于资商以及心理治疗都有很大的影响 无论是在理论的基础或者是在技术方面的影响 是许多取向建构与发展的基础 接下来我们就要为大家介绍弗洛伊德的人格理论 在这个人格理论当中 我们把人格分成三个部分 包括本我、自我以及超我三个部分 本我是指的人类的基本需求 包括饥饿跟性欲等等 自我呢是为了因应满足各种需求而来 如果不能在现实当中获得需求的满足 就必须迁就现实的限制 学习如何在现实中获得需求的满足 超我呢是指的在生活当中 接受社会文化道德的规范 而慢慢形成的人格的部分 这个人格的理论就像这张图中所说的 在冰山上面的这一块不是很大的一个部分 是在意识的层面 那在水的面之下的有很大的部分 是属于潜意识跟潜意识的部分 所谓的潜意识就是非常接近意识 但是尚未真正的浮现在意识当中的那个部分 而有非常大的一部分是属于潜意识的部分 主要是包括本我超我以及一部分的自我 那这些部分的共同形成我们人格的主要的特性 因为我们的潜意识有非常大的部分 是在我们的人格当中 而且对我们的整体的人格是有影响的 不过它却在意识之外 所以当我们想要了解自己的一些困扰 或者是需要协助的部分的时候 我们往往需要更了解我们的潜意识中 跟这个议题有关系的部分 从佛罗伊德的理论当中我们也知道 不论是意识或者是潜意识 都是非常重要的部分 我们认为潜意识储存了个人全部的经验 包括记忆或者是被压抑的部分 精神分析的治疗的目的 就是要让潜意识的动机浮现到意识的层面 只有在这样的情形之下 当事人才能练习如何做决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